无论用什么文具 只要可以让你高校学习工作生活 都是最适合你的工具 千万不要让学习辅助工具 绑架了你自我提升的灵魂呀 嘿 我是阿图 好久不见 关注我一起实现个人成长 发视频的文字版会发布在公众号 外体老师阿图 只有在校学生才要学习如何做笔记吗 当然不是 除了学习笔记 日常的读书笔记 影评 日程安排 工作纪要 背影记录 都可以被划分为笔记的分支 如果只把笔记当作通过考试的手段 或者当作记住外语词汇的手段 那就真的太可惜了 换个角度来看 学会做笔记 才能好好规划日程 成为真正的时间管理者 从而提高生活质量 实现个人成长 既然网上学生笔记方法 多到处不过来 那我就分享一些 学习工作生活 都可以应用的一些笔记方法 分一些跟很多博主 有一点点不一样的观点 我以前分享过类似的主题 高效复习法和无印良品笔记使用方法 视频链接在这期视频的下方可以找到 这期视频分为三个部分 手写和电脑笔记都应该注意的细节 做笔记的tips 手写笔记 电脑笔记 做笔记的tips 什么叫做笔记呢 就是用笔记录 那记录什么呢 a brief record of points or ideas retained down its name to memory 也下作为记忆辅助的要点或想法的紧要记录 从概念来看 笔记不等于超书 也不是把原文本的内容打印成册 在图图画画看起来很fancy 我自己的话附属原文 记录key point 标记自己的想法 才是笔记的精髓 听起来神神道道的 其实就是拒绝超书 嫌疑所想 微博上有很多把笔记做成美图的打卡小组 每次看到这些照片 觉得还挺赏心悦目的 但是我每天肯定不会花那么多时间 摆拍我的后期这些笔记照片 在写笔记之前 我们先要明确目的 比如说 规类教科书上的章节 哪几个章节是有联系的呢 有关联到概念章节 小标题可以用同个符号标记 比如说三角形 圆形 打勾 画星星之类的 教科书的内容批注 它是Dignation还是Case Study 它是某一方面的Improvement吗 它是What How 还是Why 标注某一个内容 可能跟书里某一页的内容有关联 比如说这个招节的Pilement Change 和91页的Greenhouse Guest 有关联 就在旁边写着C page 91 上课过程中 在有PowerPoint的基础上做笔记 可以写某些概念的具体解释 实际运用的例子 标记重点内容 上课或者会议过程中 没有PowerPoint的情况下 怎么做笔记 做日程安排的时候 最好分清事件的主次 有顺序 有些事情可能会有Clan B 如果这件事情因为某些原因 无法完成 会有什么补救措施 做笔记的时候要分清层次 不同级笔的内容 最好有相同的符号 比如说不管是做上课的笔记 还是做平常的日程安排 我个人一直以来都是用一样的符号 来做级别的N话 比如说信号表示第一级别 一个小小的减号表示第二级别 一个DoatPoint表示第三级别 每一个内容都各自对齐 也就是说信号和信号对齐 小减号跟小减号对齐 DoatPoint和DoatPoint对齐 经常出现的文字可以用特定的符号表示 比如说上升下降和and 从而以至于导致 Agree against positive terms Disagree no negative terms 也可以参照同声翻译的速记符号 如果在非中文为学术语言的国家或者地区上学 不建议将课本或者其他学习内容通篇翻译成中文 更不建议从国内非中文翻译的书籍去那个国家或者地区留学 其他专业我不知道中文翻译的书是什么情况 商科和教学类的中文翻译书其实上会比 英文原版书还要难 一开始看不懂专业术语和外语表达很正常 把外语当作学习工具熬过几个月 当你不知不觉地用外语专业词汇表达观点的时候 就算成功了一小步啦 其实就是传说中的说中文的时候 讲大外语的一种表达方式 留学生真的没有在故意炫外语 而是专有的表达方法 在某些特定语境里很难用中文去准确的描述 比如说你摊table上的lecture好像clash了 第二个收写笔记 拥有Mac和iPad才能好好学习吗 当然不是 阿图在本科的最后一年才赚购一台MacBook Air 帮我代购Mac的朋友 现在已经是香港的第一自媒体人了 以后再给大家详细介绍这位公众号白晚的四大咖 在此之前一台又重又耗电的Windows系统的记本 很难支撑一整天的课堂的记人物 将课本页完或者大致的内容标记在PowerPoint的旁边 有时候也可以在PowerPoint中找到课前作业答案的出处 在打印在课件上写上 在课堂上可能要提的问题 也是在自我提升中很重要的一步 我在以前的视频里提到过 我在上课前会把课堂上可能要问的问题写下来 即使自己明明知道答案 也会故意提问 无论是在国内上学还是出国留学 这种方法都尤其是用语不擅长口头表达 不敢公共发言的同学 一旦教室里安静下来 只听到你的摄影的时候 你很有可能头脑空白 到时候只要把自己准备的内容读出来就可以了 课堂或者会上提问或者回答问题的快感 会让你信心倍增 也会让老师和公司领导更关注你 没有PowerPoint的笔记要怎么做呢 还是要仔细阅读课文写作页 根据课本大纲总结要点 这类笔记建议多留一些空白 老师讲要点的时候 在自己的总结旁边扩充笔记内容 建议使用的文具 黑色和红色中性笔 黑色做笔记 红色标注重点 最多三种颜色的影光笔 一支标记主题 一支标记最重要的内容 一支备用 大家其实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选择以光笔的颜色和用途 如果笔的颜色太多的话 很有可能把精力浪费在选择颜色上 变签纸 可以用来扩充我们笔记 签笔 第一遍流览新内容的时候 很有可能不清楚新内容的大体框架 专页词语 刚开始读着重要的内容 在读完所有新知识以后 可能会后悔 用签笔做的标记 就可以轻易地擦除了 网上比较火的康纳尔笔记 格子笔记 还有各种孩子各种形式的笔记本 活页纸 跟基于个人喜好选择就可以了 无论用什么文具 只要可以让你高校学习工作生活 都是最适合你的工具 千万不要让学习辅助工具 绑架了你自我提升的灵魂呀 第三 电脑笔记 如果在上课之前就收到了PowerPoint 可以在PowerPoint的备注栏里输入笔记内容 无论是在PowerPoint上做笔记 还是在Word或者在Windows上做笔记 我会把一整个固定时段的一个学科的内容 放在一个文件下里 比如我会把这一整个学期的 所有物理正门学科的PowerPoint 放在一个PowerPoint的文档里面 或者放在一个OneNote介面里 也可以把一整个学期的物理作业 课前课后阅读笔记 课堂笔记 全部输入在一个Word的文档里 当然得做好Homework Inclass Notes Reading之类的标题分类了 这样做的好处是 一旦需要查询某个特定内容 只要查询关键词 就可以搜索到所有相关的内容 极度高效 Windows用户 Ctrl加F键 Mac用户 Ctrl加F键 就可以搜索了 F的选择上也没有特别的不一定 只要适合自己 而且在联网的情况下 在其他设备 包括手机 平板 其他电脑 可以同步笔记就行了 电脑做笔记 好在也没其他什么好讲的 用什么安法本 怎么用啊 如何整理电子文档 怎么用电脑高效阅读 留学党如何高效写外语论文 如何搜索学术资源 怎么准备Oral Presentation 这些主题都跟 怎么用电脑做笔记有关 在高效笔记 入门片里很难以自信 全部覆盖 随着越来越多的留学党 玩出阿图的视频 我也会做更多 留学学习相关的内容 希望今天的视频 可以让你去到至少一个指示点 你的点赞 收藏 留言 转发 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